那天大家把口罩全部拿掉 然後就開始上KTV 開始群聚飲食 會發生什麼事 答案就是全部都 一兩個星期以後整個就爆發 幾個是你可以忍受的 這個就坦白講沒有標準答案 所以應該就且戰且走 我們要決定一個政策 其實第一步可以先參考其他國家 所以關於這個解封的問題 我們看看 東京、首爾、新加坡還有英國跟荷蘭的歷史 今天如果說好我們哪一天解封 那天大家把口罩全部拿掉 那就開始上KTV 開始群聚飲食 會發生什麼事 答案就是全部都 一兩個星期以後整個就爆發 所以從現在開始 我們也不要叫微解封 就是說降級 其實正確的說法就是 逐步換鬆管制 按照疫情的狀況 當然我們還是要隨時在監控 有幾個確診案例 他的疫調狀況 他是在哪地方感染 那同時你知道 如果這個疫情還可以控制 我們就慢慢 慢慢這個 每天公佈一些東西 慢慢把它放開 比方說 圖書館可以 公園可以 公園的這個遊戲器材可以用 或是怎樣 那一步一步放開 逐步放開的好處就是說 萬一風吹草動有問題 我們不要好知道說 是哪個地方出問題 要停也比較容易 所以我認為 我們目前整個要解封 你知道嗎 不可能是一二三 那全部都不管了 這個從 從這個荷蘭 還有這個 這英國的案例 看起來 我覺得這個是 不好的 所以應該就是 逐步放鬆管制措施 按照疫情可以慢慢放鬆 這才是正確的說法 至於說台北市說最大隱憂 我倒覺得這樣 一樣嘛 這個 要預測未來先看過去 我們過去這兩個月 一個獅子王 我們就頭頭頭了 對不對 所以沒有說 哪個地方是危險的 應該這樣講 每個地方都可能危險 就是 小心謹慎 按照科學的方法去做 這樣就好了 UDN提問 市長認為何種情況 符合二級警戒的 最大忍受範圍 什麼樣的情況 或者有多少確診數 可能會讓台北市加緊防疫 甚至回到三級 就實務上來講 在防疫上 我們最擔心的是什麼 不明感染源的確診案例 結果他被確診了 可是我們找不出 這疫調 找不出他到底是誰感染他的 這是最可怕 所以在上個禮拜 我們把他壓到一天 一到兩個 現在要往更進一步 所以我覺得這樣 一個危險的程度 還是一樣 我們會 還是按照統計數字 做完疫調 然後看到底有多少不明感染源 如果這個出現很多不明感染源 那他就是危險了 我們就會升高那個 防疫的措施 所以這個 那當然是說 幾個是你可以忍受的 坦白講 這沒有標準答案 所以應該就且戰且走 不過我們就是 保持謹慎 警戒 這樣就好了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要說明說 防疫的成功 你知道嗎 不完全是靠政府 還是要靠高素質的國民 你想想看 這對夫妻住在基隆 那兩個 一個在松山副政事務所上班 一個在台北市的補習班 可是他一確診的時候 他只要通知我們的 單位主管 你知道嗎 那往上一傳 我們馬上就可以做疫調 隔離 篩檢 清消 你知道嗎 一個早上就處理掉了 他就沒有機會再 傳遞出去 也就是說傳遞人就被打掉 我們做這些動作 你知道 正常的疫調程序都還沒 恐怕都還沒開始 我們就已經把它處理掉 所以還是回到一句話 國家這力量在國民全體 特別這種防疫的問題 還是要靠高素質的國民 會比 會比完全要去以待政府的SOP 還可怕 自由時報提問 第28週的確診數 雖然較前週減少 但主要是萬華區的確診數創新低 其他如 內湖 士林 中正 北投都不減反增 為達市長的減半或是減少的目標 請問原因為何 市長執行清零計畫的相關戰術 是否會再調整 事實上 這個案例 從美洲1000例 向到美洲500例 他用的手法 跟美洲50例降成20例 他的戰術邏輯完全不一樣 再人數多 他還是要靠工位的手段 這種 我們叫NPI No pharmacology intervention 非藥物的這種介入手段 工位的手段 可是到最後那個 那個 每天一個兩個 那個是 那個就很像在福爾摩斯辦爛 那個要靠的是 這種精準意料去追 對 所以是這樣 我很怕說 那個等到那個 那個病例已經掉到 每天 五個 一個兩個 這樣幾個的時候 大家就以為說 一定會 就 過關了 我倒覺得這個要小心 還是保持一個謹慎 小心 按照科學方法慢慢做 所以 現階段 清零計畫的 戰術並沒有改變 我還是希望說 把它壓到最低 然後 然後 可以的話 管制措施可以放一點 特別是跟民生經濟有關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放刊 換刊拖鷹 還有這個 我們日照也會放刊 就是說 因為年輕人要去上班 那小孩子老人 你不給他去一個 去有一個可以 可以照顧的地方 他怎麼去上班 所以我們還是會按照一個 叫社會運作 你知道 能夠最 最 Smooth 最能夠運作的方式 我們會先去處理 在過程當中 保持小心 風吹草動 馬上調整 所以目前我們的清零戰術計畫 是沒有改變的 我們今天這個是防疫記者會 其實應該是 回答 防疫紓困 轉型有關的這種 疫情相關題目 你知道 所以對這種很多 所謂政治熱門題目 其實也不需要在這個 會議裡面去講 因為要講人 晚上去看 call in節目 要講人多的事 不過是這樣 因為已經快要比賽了 你知道 我倒覺得這樣 我們減少對選手的干擾 你知道 給他最好的照顧 希望他們可以對我們台灣 奪取最多的獎牌 這樣就好了 還是回到 純粹 科學的角度來看 一個新藥要上市 要做臨床試驗 臨床一期通常是先研究這個 這個藥物的安全性 那臨床二期做的時候 是要研究說 要找出這個藥物的劑量 還有這個 施打的間隔要多少 你知道 簡單講就是要找出一個 最好的formula formula 這很難翻譯 就是說一個 劑量劑型 還有這個時間點 那找出一個最適當的一個 formula以後 那最後才大規模的施打 研究它的 這個在臨床上的有效性 要觀察說 它比較長的時間 或是比較大範圍 它有沒有副作用 最後這些通過的 才拿到 拿到一個藥證 我們有時候叫 approver 認證 所以有時候一個疫苗 從第一期二期 從那最早的研究 實際上在進入臨床試驗之前 前面還有動物實驗 還有這種實驗室的實驗 所以常常一個疫苗 花十年的時間 才會做出來 那麼回到十個月前 你知道 大概在去年的十一月十二月開始 我們這些 目前在市面上施打的藥物 它會拿到EUA EUA就是Emergent Use Authorization 叫緊急使用授權 當時為什麼用給它 就是說這些藥已經做完臨床二期 那臨床三期也做了一半 因為我說臨床三期要做很多年 要看這個有效性 副作用 要觀察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它大概做到 如果要全部做完 有時候要花好幾年的時間 那這個在去年 差不多十一月十二月的時候 因為當時全世界 在北半球進入秋冬季 所以感染很厲害 死傷很慘重 又沒有疫苗 所以在這個狀態下 不管是WHO 或是美國歐盟 鑒於緊急狀況 所以給它一個 緊急使用的 同意授權 但是在同時你知道 其實原來在做的第三期實驗 還繼續在做 好 回到台灣的狀況 現在這個中央政府給它一個EUA 在台灣的緊急授權使用 可是問題就是說 在這個調 因為是有一個很 當時有一個很需要狀態下 緊急狀況 給它先用 臨床的第三期繼續在做 現在是這樣 如果我們只做完臨床二期 那麼將來中央要 要給它開始在市面上 大量使用的時候 就要說明說 是基於什麼樣的緊急狀況 我要給它用 比方說疫情非常嚴重 台灣完全沒有疫苗 你不打不打就死了 在這種情形下 坦白講要給它EUA是可以的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目前雖然中央有發EUA的授權 但是真正要在 什麼樣的狀況下 要打多少劑量 要打多少個個案 這恐怕才是到時候 衛福部或是中央有關部門 要去說明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還是一樣 做任何事情 回到 理性務實科學的態度去討論 看這一題怎麼去處理 最後中國時報提問 柯市長拋出要舉載買疫苗的消息 高端疫苗就取得EUA 並且預計在8月供貨 另外另一家國產疫苗聯亞 也預計在8月初取得授權 市長還是打算要自購疫苗嗎 這個 這是這樣 目前地球上大概已經有打了30億 30億劑的疫苗 我也不曉得說到底台灣發生什麼事 到底怎麼好像拖拖拉拉的 這是這樣 我的態度是這樣 凡事說預備準備 事實上我們今年也沒有編預算 真的要想去買也沒有錢 只是說明年我們要不要先預編預算 這還在討論 不過是這樣 因為到12月才需要定案 因為明年的預算大概最慢 12月還可以決定 所以我們還是觀看整個台灣社會 對疫苗的準備狀況 另外一個是全世界你知道 這是病毒到底演化的速度 長什麼樣子 所以這題我也沒有預設立場 就是說 凡事都想一想 多準備 總是這個多算勝少算敗 況於不算 就是說孫子兵法 我們面對一個不可知的狀況 我們就多想一下 多考慮一下 以上